不过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也讲到 这一次也讲到 北朝鲜的这个问题 这个前一阵子传出说 金正恩是不是消失了 有12个分身 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还有说他这个阅兵的 就是之前那个阅兵的 不是本尊 是不是有人说 北韩其实已经 里面在兵变或政变了 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图 其实好像不大一样 对不对 这个图好像有点不大一样 而且还有大家说他变瘦了 说到我们那个 北韩的统治者曾欧巴 基本上他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非常厉害的人 就是我们最近看到 最近的10系有没有人 传出金正恩有所谓的 12个替身有没有 我真的还上去查 真的南韩还没有传出来 甚至还有说出什么 搞不好有18个 18同论证都出来 所以我都想啊 我们有一个2010年到2018年的图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先Cue一下那个画面 你看一下 对这个图有没有 2010到2018年的 不同的金正恩的样子 但当然有人说他去减重 也有人说他去整形 都有这么说啦 不过大家就是说到底哪一个是真的 金正恩是不是神隐在出现 分身的这个说法真的是 大家都在讲说真的是胜肖成上 而且重点是他好像最近就是减肥成功 而且甚至有人说他回春到20岁出头的感觉 肌肤非常的光滑 然后看起来整个人非常非常健康 因为之前我们看到的 之前好像都是比较胖一点的 金正恩 现在呢穿起来 怎么感觉好像不大一样了 是不是有到底怎么回事啊 对啊 其实金正恩到底有没有替身 或者他是不是有减肥这种异体 基本在国际上已经传来传去 比如说我们记得好像去年 他前年他不是失踪四个月 我们那时候国内的 台湾国内就觉得是金正恩被政变 或者发生一些事情 他有人说他入狱嘛 对所以我们这个 就是可能发生一些事情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可能稍微有稍微对北朝鲜 稍微有点受那个 426的一些观众都知道 其实他们那国家的领袖死亡 那个如果过世的话 他们是以什么为主啊 以官方媒体为主 所以比如说那个金正恩他爸爸 金正日 他可能那时候过世的时候 消息逢手快要一个礼拜 才慢慢慢慢爆发 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从外面 来推测金正恩是不是有发生任何事情 基本上我觉得还是 我持观望态度 可是啊这边我提供一个想 提供一个观点给各位观众参考看看 也是我今天最近一直在想的 因为我研究北韩其实有一阵子 然后我常觉得 为什么金正恩要忽然忽胖忽瘦 或者是突然看各位观众看2013年 还有人说要整的像玄冰是不是 就那个爱的破枪有没有 不计划太多 玄冰的粉丝会骂你 前阵子很红的所有人拿这个出来比对 刚好就在瑞典瑞典瑞士求学嘛 我们记得金正恩没有 他也对他在瑞士求学没有错 对所以那时候有人在比较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啊 其实搞不好金正恩 我们现在不管他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觉得啊基本上金正恩啊 他不管他变瘦减肥之类的 我觉得他是必然的手段 为什么 我们知道北韩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国家吗 万一这个领袖的 比如说长相也好 或者什么行机 都可以被外人轻易掌握的话 他怎么统一这国家 你懂我意思吗 也就是说他要保持他的神秘性 他搞不好上个月搞不好100公斤 他可能下个月就一定要减到 比如说举例80公斤 或者他故意拍一些提升 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 当然你会说金正恩到底是 我觉得北韩是金正恩们吧 因为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那时候文经卫 比如说金正恩坐的车子 他也是好几辆 人家也不晓得里面到底是不是他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猜金正恩 是不是有 12个替身或者18个替身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 我们从他统治的手法来看 他的确造成文外人 不知道到底北韩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而这样就达成他的目的 有没有 你们都不知道 今天我发生一个导弹 搞不好你们就开始要来 跟我跟我谈判一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是必然的手段 而且我听说好像就是那个 北韩还有人就是模仿金正恩 然后就是 北韩杀在英国 对他在模仿金正恩 然后花了40万 然后说很好很有趣 我想说 我要讲一个不要说 讲一个我自己在书上 那个文献资料看到的 如果各位朋友万一有机会去北韩旅行的话 第一个基本上我们有时候去一些公关地 比如说我们去日本可能会买一些比如说 菅义伟啊 或者以前他们一些伟大人物的一些 比如说纪念品 在北韩没有在卖这种纪念品的 因为你不可能买到什么金正恩 金日成啊 这些伟大首领的纪念品 为什么领袖不能卖的 第二个 他们有所谓的报纸 报纸有没有 就所谓的那个劳动日报 听说当然有文献 听说那百姓看报纸的时候 你不能折到 不能折到上面的什么 领袖的照片 不然就真的真的真的 这个有文献资料 也许下次有机会啊 我们开一集那北韩特写的话 我真的把那本书或者出处 我跟各位朋友们说 我看企德修是 不只是南韩的这个博士啊 然后北朝鲜也是非常非常的了解 嗯 那让我们希望北韩就一切生意了 不能折到他的这个图 因为通常报纸的第一页 就是所谓的金正恩 我们伟大领袖的照片嘛 你看南港折到金正恩的 领袖的照片 劳改 劳改 对 好啊好啊 今天谢谢庆德兄 让我们就是分享了 这个北朝鲜里面 这个特殊的文化 那今天的这个部分就是到这边 然后我们先跟你说 中天节快乐 安妞 中天节快乐 安妞 中天节便到了 中天节快乐 点答cap 中天节快乐 小年 malad 中天节快乐 中天节快乐 中天青